方式的话有化学战 太空战 网络战 高科技战 金融战 甚至石油战 但是第四次世界大战将会使用木棍和石头开战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飘飘然飘哥 今天咱们来讲第三次世界大战以及其预言 顺便说一句 最近咱们有几个系列同时推出 其中包括世界大战系列 科技人物奇才系列 预言系列 以及绝密档案系列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本系列的上一集 咱们讲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启示 这一集咱们来讲一下 当下流行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说法 什么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呢 第三次世界大战最早提出于1950年左右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那么世界形成了冷战的局面 北太平洋公约组织与华沙公约组织 两大军事阵营 开始了这个军备竞赛 两大阵营的代表是美国和苏联 那么他们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核武器的 世报 以及其他方面的各个方面的军事 军备竞赛 建立了足以毁灭文明的核武库 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个说法的话呢 开始不断的出现在各国家的这个媒体 当中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呢 将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决战 弱势国家的话呢 将依靠大国的军事 军事保护作为维护其本国的安全的方式 那么其实这也间接的促进了在世界范围内的这个冷战的这种气氛 那么随着这个大量的高新技术的运用于军事领域 尤其是核武器方面 那么呢 核武器的广泛的这种发展 以及扩散 那么呢 使人们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想象更加的宽阔了 甚至有些人产生了恐惧 一部分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呢 是一场规模遍及全世界的核战 这场战争的话呢 将会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浩劫 那么呢其中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 曾被认为是目前人类史上最接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机 那么呢 两个掌控了空前核力量的大国 也就是美国和苏联 在加勒比海持续了数十天的对峙 那么呢 讲战争的可能性提升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 虽然是这个事件最后被化解了 而这个核战争差一点点就发生 但是呢 此后呢 全面核战争变成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一种别程 那么呢 爱因斯坦的说法是什么呢 爱因斯坦的是说啊 第三次世界大战将要使用的武器 我并不知道 但是第四次世界大战将会使用木棍和石头开战 那么这反映了什么呢 反映了爱因斯坦啊 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这种预测 或者是这种严重性 以及对人类的这种毁灭性的打击 还有就是什么呢 人们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这种担忧 但咱们就像是咱们看到这个曾经讲过的那个海奥华 他们进行了核战争之后 人们拿的仅仅就是木棍和石头了 而他们面对的不单单是同类 不单单是人类 也可能是面对着两米高的蟑螂或者是蚂蚁 那么如果有三战 那么可能出现各种战争的形式是什么呢 那么咱们来数一下 那么有可能出现的就是比如说生化武器 包括病毒毒气环境污染等手段 那么其实这个还是很可怕的 那么其他方面的话 比如战争的方式的话 有化学战太空战网络战高科技战金融战甚至石油战 以及他们所使用的武器将会什么呢 雷射电磁炮 这都是很先进的武器 再就是核武器 还有就是化学武器等等 那么以现在的这种科技水平和 这种武器的水平摧毁地球 或者是毁灭人类 仅仅就是时间的问题 那么大家听说过有一个叫做末日时钟的吗 末日时钟是一种虚构的时钟 那么由芝加哥大学的原子科学家公报 他们这个杂志是1947年设立的这个末日时钟 每年1月的时候进行一次评估 标出世界距离毁灭的时间差 午夜零时象征着世界毁灭的来临 杂志社的话会因为世界局势的分析之后 把分针拨禁或者剥离零点 也就是午夜零点 因此的话来提示世界各地 以正视世界上的大的问题 以及世界末日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咱们在这里说几个时间点 比如说1947年开始的时候 时钟是23.53分 那个时候其实局势已经很紧张了 根据当时的世界形式而做的 那么耳后在1953年 不到23.58分 美苏在9个月内反复的测试核武器 导致于时钟快速的接近于零点 那么在1972年的时候 美苏之间有了反弹道飞弹条约 使得时钟的时针 回到了23.48分 差12分钟 而后来在1984年的美苏紧张的局势 进一步升级而达到了23.57分 再后来的话 1991年苏联解体平衡打破 同时的话 美苏签订了第一阶段的 削减战略性武器的条约 使时钟再次回到了23.43分 这时候是差17分钟 这个时候的局势似乎很好 而从那一时刻起的话 世界局势开始逐渐的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那么当前影响末日时钟的波动的主要因素 还是核战争或者是全球变暖气候的变化 那么最近的话一次调整是在2020年的1月23日 现在来讲的话已经过去半年了 末日时钟被拨近距离子夜只有100秒 那么呢 这是末日时钟自设立以来 接近午夜零时最近的一次 然而的话呢 2020年的贸易战瘟疫 各地区的紧张局势等等 在2021年的1月咱们会跟进 看一下这100秒是接近了还是拉远了 小伙伴们可以在评论区进行评论 你们看它会拉近还是拉远 那么呢 我们再简单的说一下 关于世界末日的这种预言类的说法 2012年的末世论预言 那么呢 当时是根据玛雅文明中的玛雅历来的 那么呢 玛雅历是怎么来的呢 当时是玛雅历的话长度是5126年 那么呢 根据周期的这个原理 到2012年12月21日 正好是它的立法的结束 那么呢 有人就猜测 这是全球性的灾难 或者变化的一个开始 或者说是末日的开始 这个预言的话呢 没有在2012年实现 那么呢 有人说什么呢 当时的理解是有错误的 或者解释是错误的 而末世预言有可能是被推后了 难道是被推到了2020年或2021年吗 再一个说法的话呢 世界末日说法的话呢 就是由于是太阳风暴引起的 那么强烈的太阳风暴 黑子爆发时 会释放出大量的带电粒子 可能让全世界 可能让全世界或者是全球陷入一片黑暗当中 曾经预测的2013年将会使地球毁灭的太阳风暴 当时没有出现 那么呢 有可能出现在未来吗 尼比鲁的碰撞 那么呢 尼比鲁星的话呢 会接近地球 这颗行星据说呢 就是九大行星之外的一颗行星 它的轨迹是不固定的 那么呢 尼比鲁星的话呢 有可能在某一天的话呢 会再一次的接近地球 有碰撞地球的可能性 也有可能是尼比鲁人再一次登上地球 终结人类 那么呢 这个也没有实现 这个多多少少带有一定的这种 传说预言的性质 小朋友们相信吗 或者说你认为它会发生吗 还有一个在国际之间非常有趣的一个学说 叫做时间波归零理论 1970年的时候 在那个年代的时候呢 泰瑞斯麦肯南宣称啊 它把易经的64挂 64挂项转为参数 输入电脑 写成程序 那么呢 跑出来的是一个曲线图 那么它称什么呢 在2012年12月21日的时候 这个曲线将会结束 那么呢 这预示着什么呢 是世界末日 这个也没有实现 但是呢 这里牵扯到了易经 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话题 有时间的话呢 咱们继续展开 那么印度神童阿比亚 讲到呢 是2020年的年底到2021年的年初 会有战争的可能 那么他所说的战争 是否会成为一种热战的开始 或者是某一种将来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一种导火索呢 我们没有人能够知道 那么呢 KFK预言在2048年的时候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以及八八万家预言 世界末日是在3797年 人类的话呢 在其他的星球上找到了新的家园 而地球毁灭 那么大预言家珍妮 帕克 以及诺莎丹玛斯等 也都做过世界末日的预言 大家认为哪一个更加靠谱呢 那么呢 请在这个评论区进行点评 随着世界的发展 人们曾经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 将成为永不出现的历史名词 这个的话呢 有过很强的这样的理论 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美苏之间达到了一种战力平衡 由于这种战力平衡的话呢 使世界大战的话呢 不再发生 然而在近些年 世界局势发生了变化 中美在2018年爆发了贸易战 而两个世界核大国 以及俄罗斯等等 世界格局 以及区域性的问题等等 使得第三次世界大战 爆发的可能性再一次增加 2020年1月 美军空袭伊拉克 并且暗杀了伊朗革命卫队的将领 苏迪曼尼 造成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成为推特热搜上的单词 热搜词 但是呢 也有观点认为啊 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极低 人们都会去克制 而有可能爆发的应该是什么呢 第二次的冷战 从贸易战的硝烟到庚子年的疫情 一切都像上一集我们所讲的 一切都是随风潜入夜 带到爆发时 如果问你 你认为什么时候第三次世界大战 会发生或者会产生热战 请把你的答案放在评论区 那么呢 独在一箱唯一课 每逢孤独看票歌 请点击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 Peace out 第三次世界大战 最早的提出于1950年左右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第一次世界大战 世界世界大战 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将是 世界大战 potrzeb